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恒的 第一次主妇生活频道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人 都会面临到 会碰到 也必须去处理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潮湿 这个潮湿的问题 特别是住在北部的人 一定很有感 像我之前住的南港 以及我现在这个家 领口 都是那种 台湾潮湿排名 应该 不是第一也是第二的 就是前三名有的 以前我在南港的时候 那个湿是你知道 南港在飘小雨 但是我只是跨一个 区道信义区 就没有下雨 南港就是永远都是很湿 柜子里面 放的一些皮衣 皮的包包都会发美 现在住的这个领口 也是数一数二湿的地方 潮湿感对我来说 是跟南港差不多 身为一个在潮湿度 大概就是六七十%以上 这样子的国家子民 我们当然有很多厨师的对策 厨师机首先我想家家户户 已经必费都有了 我们家基本上现在是有三台 一台一定要永远放在那个后阳台 他就是在晒衣服厨师有 他有一台就放在我们的公共空间 他去除我们的客厅跟那个餐厅 他有一台我是放在那个主卧室 可是很多柜子里的梅 你真的没有办法依靠厨师机来厨师 以前的话会买那种叫什么 就是桃红色盒子的 当然之前都会买那种花类鞋柜 但是他就是不环保 因为他一次性用完 你就不能再使用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棒 而且也很 我觉得非常好用 我已经用蛮长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 这个日本山水叫做 小直径的除湿器 特别的地方就在于 它是可以重复使用 里面你们听的沙沙沙的声音 有三万颗二氧化系 是天然无毒的这个除湿粒子 360度都可以全面的除湿 其实他没有耗材 你也不用倒水 他用他放在这个底座上的时候 可以300次的还原 我觉得这个超酷 他在还没有除湿的时候 是像这样子的黄色粒子 然后他就是你可以放在一些小空间 像是衣柜鞋柜 然后像我会放在包包的那个柜子 这样一些皮件皮包就不会发霉 经过一段时间的除湿之后 他这个粒子会慢慢从橘色变成 好像开始黄色 然后慢慢变绿色 等到他全部变成绿色 我现在这个还没有吸饱 还可以再吸 整个变成绿色的时候 就是水吸满了 吸满之后啊 不用去倒水哦 只要把这个 放上这个基座 放上基座 你们听到声音 他就开始除湿了 最快三小时可以还原 还原的时候呢 就会又变回降水 还原之后又会变回橘色的 你就可以再重复使用了 我现在要让他除湿 你看排队除湿 这些都除到一半了 排队排队 排队除湿 他在除湿的时候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原理 他这个里面呢 有三万颗天然的二氧化系粒子 二氧化系粒子 他有具备耐高温 硬度大 还有吸水墙物理特性 可以重复多次使用 而且无色无味 能够去抓住这个湿器 以这样子除湿盒来说 他是市面上传统除湿盒的五倍 循环除湿量可以达到180到200毫 是这种小型环保除湿盒当中 吸湿量最大 那我们现在在做还原的这个除湿底座 最快速三小时就可以恢复干燥 一天平均可以就是除湿到五支 像我现在这样子排队站格的这五支 都可以在一天内把它还原 他是采用 独家专利热风还原技术 以固定导热温度60度C 去还原这个湿器 而再搭配高效循环扇液去运转 所以大幅加速还原 还原的这个时间 而且其实也不用担心 因为他有四小时安全断电 可以重新除 一直重新除湿 比较更环保 一次充电电费大概只要0.3块 也很省电 然后他这个 他每一盒都还有附责这个提拔可以吊挂 你可以吊在你的衣柜里 或是像我会有时候挂在厕所 厕所有时候湿气也很重 如果你没有对外窗 也没有那种循环 那叫什么抽风暖风 而且有时候暖风就是用完了 大概30 一小时他就会断 你不可能一直开着 你就可以吊挂这个 然后就吸你 那个浴室的一些湿气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好做 蛮好做的就是除湿机的辅助 因为有一些小角落 衣柜 鞋柜 或是你放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 那些柜子的话 你不太可能除湿机有办法一直除到 那你摆放一支这个在里头的话 他几乎就是24小时在帮你吸那个湿气 就是非常好用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厨师的小对策 这个真的我觉得我使用过我觉得很棒 你可以有几支像这样 然后你要一个底座 你就重复的 重复重复的这个 使用 你可以放好几个柜子 像我就是有放一个是在里头的鞋柜 然后我们家有三个衣柜 所以也会放三支再三个衣柜 然后有一支我就放在我的那个 那个包包的柜子 因为我之前的经验就是 里面是真皮的包包 我们现在住领口有很湿 就可能会包包会瘦 瘦到就是 我损损这样 所以我就会放这个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 帮我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拜拜